美国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帕特里克12号发表声明说 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预选当中的表现 不足以支持其竞选活动持续至下一轮投票 因此决定退选 此前一天华裔企业家杨安泽和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贝内特宣布退选 给出的理由同帕特里克相似